网红豆二两的黑粉为什么越来越多 可以分为几个方面来讲 众所周知最近一段时间豆二两的 视频下方评论喷子简直是无话不喷 说豆二两的牛肉店开不涨早晚倒闭 还说豆二两有钱了抛了 有钱了忘记了自己一起长大的发小 这些人之所以这么说 原因是 第一点豆二两的成名和大一哥的情况差不多 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农村小伙 到目前一百多万粉丝的网红 在农村里很容易让人嫉妒 有人说城市套路深 其实农村里的人心更复杂 不管你身边多要好多知心的朋友 他们都不希望你过得比他好 这是事实第二点 老话说有财不外露 这一点豆二两做得有点欠缺 首先刚给弟弟盖完房子办完婚礼 就着急买一辆三十多万的车 接着又投资二十多万开牛肉店 难免会让人联想到豆二两的身价不低 农村里和他差不多的同龄人 和他的财富差距有点大 让人眼红也是见怪不怪 所以大家看不管也正常 第三有网友说 一开始豆二两的视频比较接地气 现在的视频没法看 这一点可能大家的理解有不同 因为一个人不可能一直停留在原地打转 如果一直拍建筑工地的视频 大家也会看腻的总要往前走 总有喜欢你的和不喜欢你的网友 总体来说豆二两比起同龄人 还是比较有远见的敢干敢拼 从豆二两投资蘑菇大鹏 到收割机再到牛肉店 他的干劲让网友特别佩服 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